弟兄姐妹平安 透过雅各书 让我们更多来思想 一个话语完全的人 他就是在神面前 被算为完全的 这样一个信息 那我们今天要来看 雅各书第三章 第十第十一节 颂赞和咒诅从一个口底出来 我的弟兄们 这是不应当的 全员从一个眼里 能发出甜苦两样的水吗 那么雅各书在这里 透过十一节 他发出这样子的疑问 他其实所表达的是 一个全员里面 如果发出甜跟苦两样的水 其实这是有问题 这是不应当的 我们从这里 我们也能够看到 我们的口 其实就是生命的全员 在真言十章一节说 一人的口是生命的全员 强暴蒙蔽恶人的口 真言十三章十四节说 智慧人的法则是生命的全员 可以使人离开死亡的网罗 真言十四章二七节说 敬畏耶和华就是生命的全员 可以使人离开死亡的网罗 真言十六章二十二节说 人有智慧就有生命的全员 愚昧人必被愚昧惩治 约翰福音五章二十四节说 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 那听我话 又信差我来者的 就有永生 不至于定罪 是已经出死入生了 约翰一书三章十四节说 我们因为爱弟兄 就晓得是已经出死入生了 没有爱心的 仍然住在死中 那我们把这些经文 摆在弟兄姐妹面前 让我们能够去看见 我们的口就是生命的全员 我们的口可以是 也应该是生命的全员 然而如果我们的口 没有成为生命的全员 那么就表示 这当中有我们需要 来去面对神 求神帮助的 然而我们的口 如果要成为真实的 生命的全员 我们就需要真正的敬畏神 需要得着从神而来的智慧 那么唯有神的话语 是生命的全员 属天的价值观 要成为我们生活 所遵循的法则 从我们刚刚所列的经文 我们可以看到一个 清楚的脉络 就是我们的口 要成为生命的全员 我们需要成为义人 成为智慧人 我们要被神称为义 得着智慧的话 我们就需要信神 我们需要信耶稣基督 我们需要愿意 请听神的话 我们需要愿意敬畏神 因为真也告诉我们 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 然而敬畏神 遵行神旨意 最重要的实践 就是要住在爱里面 也就是要遵行爱人如己的诫命 我们把对神的信靠 以爱作为思维的核心 然后以爱人如己 作为行道的基础 我们就能够逐步地建立 我们自己的生命 让自己的口成为生命的全员 那如果我们的口 发出甜苦两样的水 也就是表达我们说 不同思维形态的话语 那我们就需要有智慧 省察我们自己的生命样貌 就是要意识到 我们自己的状况 那当我们意识到 我们自己的状况 我们要愿意具体地改变 更新我们的心思意念 我们要以完全的生命 然后自己的生命 能够充满活水全员 我们的口能够成为 生命的全员作为目标 所以今天跟弟兄姐妹 分享这些的经文 以及连接到雅各书 第十第十一节 这两段经文 让我们更清楚地 能够看见一个很重要的事 就是我们口中的话语 它表达我们生命的状态 而如果我们口中的话语 我们也来宋战神 我们也来 我们却又来咒骂人的时刻 那表示在我的生命里面 有许多的掺杂 那我们生命当中 有许多的掺杂 这个掺杂就是我们应该要去 面对应该要去处理的 而我们去处理我们的掺杂 我们真正需要做的 就是让我们进入到对神 真正的这个敬畏 而真正的敬畏神 就会让我们真正的遵行神的道 而真正遵行神的道 那就会让我们碰到 那两个至尊的诫命 就是尽心尽信 尽意尽力 爱主你的神 其次也相仿 就是要爱人如己 因此我们遵行神旨意的实践 就是因着爱神 愿意遵行神话语的缘故 我们去爱那看得见的人 而既然神说 是爱那看得见的人 其实就表达 我们要愿意用从神来的爱 来面对神 摆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每一个你所会接触到 甚至于与你的生命 有关联的人 我们都要用从神来的爱 来去面对 那但是当我们碰到 我们所接触到每一个人 诚实地说 我们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 有处于从神来的爱去爱他 因此我们就需要 来到神的面前 而实际的作为 其实就是从我们 改变我们对对方所说的话 来去操练 如果你碰到一个人 你发现你对他说不出好话 那就表示你与他的关系 或者你对他的心是有问题的 那么我们就应当到神面前 求神帮助我们 给我们力量 让我们能够从 对对方说出恩言这件事情 来引导我们的心 能够进入到完全的当中 所以雅客书第二章讲信心跟行为 第三章就讲到了言语 那其实给我们看到一个清楚的脉络 就是信心与行为要并进 它一个很重要的作用的点 就在于我们的言语 要与我们所信的 是一致的 那愿神帮助我们 让我们能够 透过这样一个很明确 可以遵行 可以操练的一个方式 来使得我们的生命 能够真正的 进入到神所允许的丰盛里面 祝福大家有美好一天 也让我们的话语 来创造神与我们之间 那美好的生命旅程 谢谢大家